啊,好啊,我这个期视频呢,是专门做给我大哥的 嗯,他给全红蝉点赞了 我要是我呀,我就不给点 为什么不点呢 我当然没有做系统的这个准备了 我就是平时的一些个直觉啊 或者平时收集的一些个材料 或者平时看到的一些个东西的碎片 啊,比如说这个他三分钟 据说他的训练的三分钟就要跳一次水 这个可不是一般的人能可以承受得了的 就是长一点吧,五分钟吧 就跳下去,哇,后来跳 那个水的冲击力对人 你想这个机械式的这个东西 啊,这是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忍心啊 我看到这个呢,我赶快我找到那个 那个做快递的孩子给做快递的孩子点点赞 就是我希望你啊,给他点赞的时候 别给他点了,或者你给他点的同事 能不能给送快递的孩子一点点啊 你舍得让你的孩子就三五分钟就跳一次嘛 啊,全红蝉 他的这个生活状态 我也就不给描述了吧 啊,挺辛苦的吧 挺苦的吧 啊,他说为什么要跳水啊 当初驱动他的动力是什么 就给他妈妈治兵 后来荣誉加深啊 说这个最高荣誉是家族里面不能收女性的 把他的收到,把他也收进去了 就光荣榜吧 家族的光荣榜吧 那个本地的那个族亲吧 等等的吧 这些个事啊 还有一个不太想点赞的原因 就是这个 举国的这个东西啊 举国体制的这个东西 就是花我们纳税人的钱 在举这个东西 啊,这个东西 这我也很难说 我没办法说的一个东西吧 啊,这是又是一个东西吧 再一个体育这个东西 啊,这个味道 它变成了一个什么味道了呢 变成了一种 啊,一种 一种共情的东西 好像是啊 它并非什么 啊,星体美 心灵美啊 奥林匹克那个东西 好像我觉得不太像那个东西 啊,它是一种 嗯 固化人 啊,优越感的一个东西 这个对人是没有什么好处 啊 我本来这个 我今天我想我做一系列的东西啊 我本来最好的东西应该 别做给大哥 啊,至少 你就是我有个排序 啊 这个排序呢 就是 夫妻关系里面可以体现自由 是吧 兄弟血亲里面不太好体现 啊 但我在我大哥身上发现神奇的东西 其实我批评它是有点欲笑的啊 但是后来我也不敢批评了 因为我发现他这个东西 可以保这个父母的命啊 我反而就差一点 啊 嗯 就是坚持 要救父母的命的坚持 我比不过他 那技术手段 我可以跟他PK 他走中医路线嘛 我要走现代医学路线嘛 这个我敢和他可以匹配PK 这个技术手段 说坚持要救这个老人的命 我真比不过他 因此我对我自己的会有个反思呢 就是 我认为夫妻的这种自由感受里面 可以让人可以 呃 可以更多的前进啊 积极的性的前进 但我发现他这种特性以后呢 我也不太敢批评于笑这个问题了 啊 呃 或者我要说 如果你把这个东西能可以 处理的好 就是 于笑这个东西 好像也可以有一些个作为 但这个评论也 我 我觉得我也不配 因为我不太信仰这个东西 你就不太好解释这个东西了 啊 呃 这个 我这么大的这个思想家 本来我想评论 太太太太太的不好评论了 他就跟你在一起生活 我已经有了压迫感了啊 平时的言语造成的 你在评论他的 这个 在媒体上的痕迹 你一样的简直是 哈 被窒息嘛 放过他啊 所以你看在这里面也看出来 我敢评论我大哥的 啊 那个孩子的痕迹 我找不到 这些家伙们都隐藏起来 我不知道他们在网络里 去哪里 这个 他的痕迹在哪里 但我可以找到我大哥的 啊 我今天一晚上 都要奉献给他 好大哥嘛 我也挺喜欢他 看朋友点赞过的视频号 但他是个碎片化的 他没办法系统的 可以看到 偶然可以滑到 哎呀 我大哥在这里评论了 点赞了啊 我做这个东西不自然 知道吧 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情感 这里困扰我 啊 就说这么多吧 别 就是刻意克制的点 再点赞吧 就说这么多 谢谢 啊 我会转给我大哥看的